今天是一個12月22號中午的一屆城市都會過來的感覺 我們來一家旺平的早餐叫金康奇 超多的食物 然後這邊真的是很Instagram的旺平 期待它的東西 超多人在這邊都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早餐來了 這個是什麼餅啊? 這叫什麼? 這個是Gerisalem Bagel 好可愛喔!好特別的Bagel 然後這個叫Yashuka 是他們一個很有名的國泰的餐點 然後裡面你可以選擇你要加什麼 這個是水澤家羊肉丸 這個Bagel是像我們的那個小餅油條硬硬的 然後裡面有包蛋啊 然後玫瑰什麼的 這是他們很出名的一種特色料理 非常好吃 它這個就是像蕃茄去燉的東西 吃起來就是有一種香料味 不會是那種很嗆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有這個羊肉丸 就是一個很難的 好吃的 有點像起司的東西 但其實呢 它是有一點點辣辣的 非常好吃 早午餐我覺得來吃這個滿適合 因為它味道比較重 如果只是想要吃早餐的話 可能吃這個 就會覺得有點太重 好 好吃早餐好了 好 我現在來到了Boston 所有人都最推薦的一個地方 叫做Queensea Market 然後這邊就是 它其實走 沿路走過來 有非常多那種 呃 產地直營的那種農場市集 然後我最期待的就是來這裡 然後旁邊還有別人在街頭表演 好 我們準備進去喝龍蝦奶油湯 然後吃龍蝦漢堡 走吧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龍蝦碗 哇 哇 我現在要趕快吃了 沒錯就是 奶油龍湯的感覺 其實它這不是它真正最有名的那個 那個龍蝦奶油湯 因為它 如果是龍蝦奶油湯的話 一個這個湯就要19塊 然後 這麼小小的一個 龍蝦 上面這要多少 25 好誇張喔 我來試試看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現在是要把湯喝完 才可以撥它旁邊的麵包吃 不然整個就會非常的好笑 我來講一下 我們吃完 Boston Child的 大牌長龍的一間店的感想 就是它Lobster肉才這麼短 然後就要20幾美金 然後我覺得 它其實就是把龍蝦蒸熟了 然後 加一個檸檬 然後放在一個很軟的一個長麵包裡面 外面好冷 然後至於它的湯呢 就是一個 很鹹很鹹 完全喝不完的湯 我覺得 就是拍起來很好看 因為它有一個那個麵包的碗 我們在拿的時候 其實路上很多人都在問我們說 是從哪裡買的 然後這個湯多少錢 可是 說實話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特別想要喝 只是想要拍照的話 可以 很多個人一起share一碗就好 因為我說實話 那真的不是很好喝 今天晚上的晚上 坐下來 我們可以去拍照 我還在聽說 你看我 然後我來拍照 去拍照 而我看到 好像大空拍照 然後我拍照 然後我們叫兩位 還帶了麥克風的甜點回家 因為我們真的拍超久 從來沒有在美國看過拍這麼長的隊伍 而且我們拿了這個到保育公司逛街 連櫃姐都說她想要跟我們一起吃這個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買的囉 他們家最出名的就是一個長長的甜點叫Canoli 我們買了一個 然後它是Espresso口味 還有義大利最經典的Tiramisu 然後有一個泡芙 非常誇張的奶油 它大概就是高度就有這個盒子這麼高的奶油 超誇張的 然後還有一個Pie 現在準備試吃囉 我試吃了這個Tiramisu 我覺得它比起那個Max Manor的簡直就是 不能比那個根本就是在亂做的 然後這個就是它有一點苦甜苦甜的感覺 而且它的這個Mousse 應該說它的這個奶油非常的綿密 它雖然打的很 打的那個體積很大 看起來好像很多會很可怕 可是它這個奶油其實吃起來是鬆鬆軟軟的 然後蠻綿密的 鬆鬆軟軟又綿密 它吃起來就是鬆鬆軟軟的 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的那一種 其實它這種奶油吃起來有點像是台灣 就是台北很有名的那個紅葉蛋糕的奶油 Tiramisu我很喜歡喔 然後其實他們家的甜點的價格都不貴 每一個都是4塊 我不知道是不是均一價 但是我們買的這4個剛剛好就是16塊美金 所以平均下來一份甜點 它的份量還蠻大的 才4塊美金 哇難怪會這麼多人推薦 很好吃 繼續試吃 我特別把他們家最出名的Canoli拿出來了 我覺得蠻驚人的 因為它這個餅皮是硬的欸 你看我這樣用力的都下不去 很驚人 我想看看它到底是要該怎麼吃 OK 它邊邊一樣是奶油 配上巧克力豆 好特別它這個其實不是 剛剛那種慕斯狀奶油 它是吃起來有點像萌布朗那種栗子 黏稠的這種醬 然後是 因為我點的是espresso 所以是咖啡的口味 因為我點的是espresso 那我到底在怎麼吃這個啊 這是一個派皮的感覺 它又不是那種 完全起司的派皮喔 它是有餅乾口味的 好特別的一種甜點喔 應該是義大利的傳統甜點吧 Canoli 嗯 蠻特別的 關於這個甜點 Canoli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小八卦 就是 Dolce & Gabbana 它好像有一個廣告 就是拿這個 他們義大利的甜點 然後 有一點點 應該講說 種族歧視嗎 是嗎 就是有一點種族歧視 好像那個廣告是在講說 一個華人女生拿筷子來吃這個Canoli 反正就是一個蠻有爭議的廣告 不過也是 吃到這份甜點 就想到這個 比較有趣的事情 大家看看這個泡芙喔 超大的 其實它這已經是因為我們帶回來 隔了幾個小時 所以它已經有一點點下限了 它原本在 比這個再大個四分之一吧 泡芙也好吃 不過我覺得 如果可以在當下第一時間吃 一定是最好吃的 最後一個甜點就是這個牌 它吃起來呢 做的一個很像 粽乳酪起司蛋糕 但是呢 其實裡面包的是 有點像綠豆沙餡的這種牌 我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去MySpace Street 買買看他們家義式傳統的甜點 真的就是很真材實料 我們用來做的 有一些小蠣 都抹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